IC梦想家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IC梦想家 我是蓝轩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听起来你会觉得 好像跟这个内容八竿子打不到一起 但事实上他们拥有这个方案 以及应用到台湾的很多场景当中 已经行之有年了 他是远传电信资讯技术位 转型科技群的协理张文晶 在我们的现场 张弦林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我现在如果说远传是全台湾最大的EMS能源管理业者 大家可能会吓一跳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规模 为什么是电信公司来做这件事情 事实上我们在几年前 五六年前就经历过一个蛮大的数位转型 当时有我们的首席的转型长 也是现任我们的总经理领导这个团队 没有转型长 现在这种各式各样的涨好多 转型长 永续长 什么长 但我们知道因为电信公司 在过去就是打打电话上网等等的 各位相信到现在使用的支配 都有受到过去这个499 599上面的优惠 所以对于电信公司来讲 发展第二成长曲线 是我们很看重的一个药物 在过去几年我们努力发展三个东西 就是我们称为大人物 第一大是大数据 远传拥有的大数据是国内首区一支 那当然电信业者 对电信业者有相关的 这个我们想这个在过去疫情期间 如果你不乖染疫的还乱跑 就收到简讯的通知 这个就是我们大数据发挥的功能 第二个人就是人工智慧 我们人工智慧是一种能力 它是应用在这个整合的一个应用 例如说凌晨三点的河滨公园 他一个人都不会没有经过 那时候是不是我们把亮度稍微调低一点 静零减排 而且但是都是一切在符合安全的范围之内 这时候就需要透过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自动调节 对自动调节 而且预测未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人流的变化这个很重要 这时候就需要透过人工智慧的一大堆的模型 那第三个就是物联网 物联网的目的就是把这些数位的终端 把它连接上网路 把每一个分离在外面的终端 把它收到网路上面 有几款东西可以做 第一个是收集资料 第二个做一个预测 第三个做一个控制 你达到整个能源控制管理 静零减排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用大人物这样的技术 体验出来的智慧程式 在智慧路灯上面的应用 那也必须帮桃园市打个广告 它是全世界最好的路灯 目前是全世界妥善率最高 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 过去我们发现路灯如果故障了 打了电话之后 它大概需要三天的时间 帮你做个完修的动作 那可是呢现在全部都联网化了 一旦它发生障碍的时候 系统马上就知道了 系统这时候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透过AI 远端按照Rural Engine 帮你远端重启再侦测 如果重启回来 放心这个事情就修好了 如果还是没有办法 就通知工程 值班工程师 来做远端的控管 来远端的处理 如果还是没有办法 就会直接派单到工程师去维修 进行维修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它可以在之前维修 需要三天的时间 缩短到15个小时 那我们知道 当路灯的妥善率提升的时候 事故率发生就少 我们就想说 这应该可以帮到不少的人 前一阵子政府有颁布的 颁颁有冷气的计划 建了几十万台的冷气 那这个冷气没有问题 用电子还是问题 对啊对啊 硬底装上去很简单 你要怎么去控制它管理它 那我们想到 光是每个教务主任 每天下课之前 全部要许一次教室 那个教室非常非常多 如果有个系统可以帮到它 远端就知道 哪些教室冷气还没关 可以远端把它控制掉 远端把它关掉 这是第一种作业的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如果什么时候 可以让它冷气的温度 可以往上调一点 不要让它调那么低 远端控制这件事情 可以减少能源的使用 第三个 甚至可以做到预测 预测说这个冷气 什么时候会有损坏的情况 因为用久了 你就大概知道 你收集到这些数据 那第四个 有些地方 你要配合环境的温度 来做一个调整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冷气状态去的时候 我们发现 很多地方是不开冷气的 它开暖气 你说山上吗 阿里山上的 你装了冷气之外 它要给它暖气的功能 它开的不是冷气 它不需要开冷气 它开暖气 所以不同的情境 我们配合不同的应用的 solution 我们电力如果做妥善的运用 妥善的调配 那是可以让电力 达到一个比较稳定化的地步 首先我们在这上面运用几个先进的技术 我们第一种 我们称为OpenADR 这样的技术呢 是跟台电完成一个对接 他台电 当他台电发现说 电力现在有紧张的情况 他可以跟签约的这些学校 说我要收回你部分的电力 让你的呈现出来的情况有两种 第一种情况就是 我要把你冷气关掉半小时 那这时候小朋友会热吗 其实不会 因为他从早上 九点多十点就开始吹 一路吹 你关个半小时 而且电扇还在转 那其实是凉的 其实我们家里面也是一样 我真的很主张大家 也不要一直开冷气好不好 你就先开 开了以后那风扇吹吹 到了一个凉度之后 你可以把它关掉啊 对对对 他是有这样的第一种做法 让他度过那个尖峰的时间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把它的冷气的温度 往上调给半度到一度之间 那事实上你平常大家开26度啊等等 你调到27度 对啦 他没有这么凉快 但是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那透过这样智慧调控的方式 在学校 因为学校量体大嘛 所以他一旦运用起来 他的效果也相当的好 这是第一种做法 那当然他相对 他也可以应用到日后的家庭啦 一些企业等等的 有透过这种OpenADR的方式来做个调整 那当然也跟后续的这些充电桩 各位在尖峰时间 他是不是要供应这么多电 也有透过这样的技术 来达成这个节电的目的 做这个探盘查第一步 你就要收集这相关的数据 对 那在过去呢 如果是一般小公司啊 或者是门市啊 那简单我把电表数据抄一抄 那水表用的都要水抄一抄 那事情很简单 那把这个东西打到政府提供的表格里面 就可以送出去了 那好处是因为他单年简单 送出去方便 那这件事就结束了 那符合规范就做完了今年的盘查 那但是你要宣告说 明年我要降下来多少 少用多少电 少用多少水等等相关的 碳盘查分成三个scope scope1跟scope2 就是你自己产生出的 你间接产生出的碳排 自己产生出的就是你在生产物品中 所排出的碳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间接使用碳 就像你用的电力 这是最多最大宗的部分 那第三种呢 就是你当你的设备 或者你的生产出的产品 提供给你的上下手 当零组件的时候 比如说台湾很多这样的很知名的厂商嘛 比如说帮mike做鞋子的啦等等 他要知道每一个产线 每一个产品 每一个原件的 归属进来的 你的算下油 对你的碳排是多少 你的下一手才可以算 对啊 因为组合起来的嘛 没错啊 如果第一次没有经验的 他一定要委托所谓的专业顾问团队 来帮你做第一次的碳盘查 这时候他拿的工具呢 可能是Excel表 帮你一个一个key进去 包含你的用电 每条产线的用电啊 这个厂房的用电啊 人员进出等等 他总共有五六十项的项目大项 要来去逐步的检查 逐步的收集这个资料 就像各位 如果公司有去做ISO的认证的时候 也是很捞着一堆的paper 来做这些 这就是标准的国际规范 我们称为 在国际上 ISO是14064跟14067 这两个项目 好 那这些标准规范 你必须按照它的规范来做 做完之后 再送到刚刚前面讲到 10家的检验中心 来做检验 他看到你这个资料 是完全符合的 而且是可信赖的 然后才会让你通过这个摊盘杂的报告 他透过购买绿电的方式 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他就因此很能够去达标啊 对对对对 那所以其他的 就会比较辛苦 对不对 所以他有几种方式来达成 第一个你就是少用一点电嘛 所以是一种 降低你的电力的使用 整体的往下降 对整体的往下降 事实上这是可达成的 我们在过去 因为电费相对来讲 跟国际来比较 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大家 比较不重视这件事情 可是随着我们每年 从去年调的11% 今年调的13% 不断的往上递增的时候 大家开始思考到 这个是企业成本 这时候 我们就需要透过能源关系系统 去侦测你哪些的设备 是比较耗电的 假设有些 在过去20年的空压主机都不换 机器老旧 反正没坏嘛 这个爸爸都告诉我们 机器没坏不要坏 但是它老了 它的效能就变差了 像各位家里 这几年陆续都应该有换冷气 当你从所谓定平式冷气 换成 直早年的窗席冷气 换成那种变平式的 分离式冷气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 你电费明显的下降了 就是它能耗的效率增加了 就是你用少少的电 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透过提升设备能耗的方式 来减少你的用电 这是马上可以办得到的 第二种方式呢 我们就是去买绿电 在买绿电呢 在过去有些是买电厂 就像我们南部常常看到 盖电厂 太阳能电厂 等等我们整个去买 这个当然是大企业 在做的 比较多在做的事情 第三种呢 这个做绿电的话 建电厂 买电厂的话 就可以取得一些绿电的凭证 去抵消你的碳排 第三种就是做除烂系统 透过离风的电力 透过电力的 比如说我们的办公室楼上 厂房楼上 有太阳能板 我自己收了 可以放除到 除了系统离后 然后做 并且把离风的电力也放进去 我在尖峰的时候使用 可以这样减低我的电力的使用 对 我就跟台电的契约容量 可以降低一点 所以现在可以算在里面 可以等于是让你的分数 或者是让你的表现看起来更好一些 对对对可以更积极一点 再看这件事情 你用电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不会用到过多的电力 那最后一种就是缴带金 就算是缴拔款的意思 这种东西很多企业 目前正在做这件事情 用钱能够解决的事情 最简单的事情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钱可以解决99%的问题 如果没有 就用更多的钱 但是这是不健康的 然后我们认为 这个缴带金 这个对企业CSR形象是不太好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 从买绿电 建这个太阳能光充除 这一系列的科技的手段 跟措施 减少它的用电 减少它的碳排 在过去 这些离岛 它的电力来源 都是透过烧柴油 就是柴油 就是柴油 对就是柴油发电机 来不断的再运转 以我们现在建制的望安岛为例 它总共有四座的柴油发电机 在24小时不断的再运转 提供岛内的应用 因为我们知道 每当有台风来的时候 对这些外岛就是非常大的考验 其中有关于 就是说 因为它使用的是柴油 当有台风来 搬起 传起延误的时候 柴油没有办法顺利送上去的时候 那就会没有办法发电 材油就是从本岛送过去的 对 那如果一旦这个搬起被延误的话 它一下会没有电 没有电意味着没有水 因为你的马达 抽水马达等等 就不会运转 所以就牵扯到没有水 那岛上就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台电就在构思这件事情 如何让它做成一个 能够自给自足的一个微电网 我们知道从台湾送柴油过去做一个发电 它成本非常非常高 碳排非常非常重 你要从台湾做柴油运过去 然后再装上柴油发电机再运转 那我们知道现在再生能源的技术应用非常非常广泛 从太阳能风力发电等等的都所在街油 那所以我们在旺安这个离岛 离岛中的离岛 帮它做了这个400k瓦的太阳能板 好 来让它吸收在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储存这个 吸收这个产生电力 然后帮它储存到我们帮它设置的除能系统 by k瓦的除能系统里面 那另外呢 外岛的风力也很大 对呀对呀 其实真的是你 其实坦白讲 我们的外岛最充足的就是阳光 沙丹 海风 对不对 你一直要用那个柴油发电 其实坦白讲有一点点 反而有点对不对 有点荒谬有点矛盾 所以它可以用它天然的资源 其实是最好的嘛 是的 我们在岛上见识的十支的那个风力发电机 让它不断的运转 有风的时候就可能产生电力 但我们知道 不管是太阳或者是风力 都是不稳定的供应来源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除能系统 来帮它做一个把能源储存起来 并且透过一个智慧型有AI的大脑 来实时帮它做个调配 什么时候我用太阳 太阳大的时候用太阳能来发送 什么时候太阳能大风也大的时候 我这时候系统已经称载不住了 为了安全考量 我会把风力气掉 OK 把部分做个调节 这样调节呢 有赖于这个AI所设计的这个能源管理系统 电动车它有一个很大的特性 我们刚才谈到进行碳排这一段 对 从油车换成电车这个过程中 它可以减少约莫60%的碳排 因为这个用电本来 用电来跑本来就比较神 这是其中之一 可以减少碳排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这个剩下的40%怎么办呢 你可以透过采用绿电 这时候你所有使用的能源 车子公务车啊 所有使用能源都变成零碳的工具 就可以达到进行碳排的这样的目的 那远传在过去呢 其实另外一个角色呢 我们是充电服务的业者 我们在我们集团的百货公司 以及在各个县市政府的公有停车场 都部署充电庄 对 我们是供电服务业 跟你们还蛮一条龙的 是的 是的 它是一个完整的框架的设计 就是我们从RE100一直思考到 EP100甚至到EV100 整个构面都在我们整个战略的规划当中 OK 非常谢谢这个 承细的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聊天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拜拜 拜拜